在台湾四神汤是非常有名的夜市小吃 也是经常大家在饭桌上会吃到的一道汤品 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已经是息息相关了 但是听到他的四神就会想到说 是不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珍贵的食材 那么他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呢 是 关于四神这个名字 它有一些典故的一些传说 首先它四神汤并不是属于一个中医药点 或者是中医放弃里面有一个专门一个篇章 但是呢在我们台湾 尤其是这种湿啊 或者是寒热这种变化 比较厉害的洋洋带的地方 非常非常适合 那为什么四神这样叫四神呢 据说啦 是以前跟清朝的一个乾隆帝有关系咯 以前啊 乾隆帝它不是很喜欢到处去游览 到处去巡视吗 是 还是下江南来啊 带一大堆城池对不对 那走到某个地方 可能是比较偏潮湿 或者是张力之气比较严重的地方 那有些层子就生病了 正好是一二三四 四个层子生病了啦 脑下 那这时候就有人帮他找药方啦 然后拿了这个 正好是这四神汤的一个药味 给他们用 那用一用 人就好起来 就变成比较清爽了啦 所以据说啦 这个四个层子啦 叫做细形啊 跟台语的发音比较像 对细形是一样的 因为神跟成的台语发音都是形 对不对 是 所以演变就变成四神汤这样 有这样一个香野传说在 这样也蛮好 这汤就更加有那个神性了 是 那么这四神汤啊 听起来一定也是四味药组成的 那这四味药是由哪四味呢 它是由莲子 茯苓 山药 跟茜石 茯苓药组成的 是 那医师要不要再帮我们深度的介绍一下 这四味药它的功用啊 以及它平常要怎么运用 好的 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茯苓 然后我们这个是茯苓 这么大一片 其实茯苓它本来长这样 这么大 对 本来是在松树下 刮出来这么一块 它是属于那种 多孔菌的那种 真菌的一种 真菌类的药材 然后把它切片以后 就变成这个白白的样子 很多那个方济里面 都会看到它的身影 因为它对于脾胃好 但是它最主要是 健脾 补胃 诞生力士 对于一些 那个排水功能比较不好 也会有帮助 所以啊 很多肠胃药里面啊 很多调理脾胃的方济里面啊 都会看到它的身影 理解 所以有它在 这个四神汤就首先有 健脾整胃的作用 有帮忙排水分 排湿气的作用 是 所以它也是补肾 呃 补脾胃 补脾胃 当然也有补肾啦 它最主要是可以 帮忙排水气 尤其是 我们肠胃药里面的水气太多啦 水分不小心到处跑的啦 没有办法收敛回去的啦 它可以把肠胃中的水分 带出来走到水道 从膀胱排出去 所以啊 小便不顺 我们也会用到浮里 诶 您刚刚说水气太多 是用水肿的意思吗 呃是 哦 ok 有些人喔 我们坐久啦 现在上班族啦 嗯 一天坐办公桌 坐八小时 我啦 甚至会一天坐到十二小时啦 坐久会水肿啦 对啦 这时候正好用一下浮里啦 是 但你看它是要多活动 我当然喜欢改善啦 是理解 那我们介绍它嵌食啦 它有一个色位在 就是 然后 还有收射的作用 所以啦 你用嵌食的时候啦 比如说拉肚子啦 容易小便湿劲啦 容易人比较虚啦 气血往外跑 这种气血不足的啦 腰骨疼痛的啦 湿气重的啦 我们也会考虑用到嵌食 那 芙苓跟嵌食加起来 就有调整脾胃 然后诞胜利时 帮忙重整水分 然后让这个 肾气啦 脾气啦 可以收敛回来的作用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莲子啦 莲子 它有 干温补脾胃 也有收射的作用 它最主要是可以让脾胃的功能变好 从收射盛气啦 所以啦 像是女性白太多的啦 或男性容易弄移啦 或失心这种的啦 或是腰膝酸软的啦 刚刚提到的 有一些水肿状况啦 我们用莲子 这个也有帮助啦 那再来是山药 它也是补脾胃的作用 尤其是针对脾胃虚啦 那种 人觉得感觉瘦瘦的啦 没有什么肌肉的啦 消化不良的啦 我们用山药来补脾胃 增加这个肌肉的力量 增加我们脾胃的吸收的能力 所以山药其实在古代就有这个植物了喔 是 很久很久 所以现在我们还要分什么日本种 台湾种不同的品种 其实以前早期在中国就已经有山药 这些都是山药啦 都是那以言叫做鼠玉 所以现在有所谓 番鼠啊 有马铃鼠啊 都是它的名字都是从这个鼠玉 这样一路传承下来的 哦 ok 所以这四味药材的组成之后呢 它的最主要的功效是什么 是 健脾整味 补肾 然后帮忙沥水 然后帮忙提升你的元气 嗯 嗯 所以就是像上面写的 是血糖过高的可以当饭来使用 呃 其实我们会建议血糖过高的人是可以用啦 但是呃 我个人认为啦 只有 白米可以当饭来使用 欸为什么 是因为喔 呃 不管哪个药物它都会有稍受偏差啦 嗯 我们记得先前有介绍过就是 每一味中药它都有它的特殊的药性在 嗯 那有的强有的弱 像这些比较偏肝温的啦 算是比较偏补的作用 然后它有一些些那个帮忙排水的啦 有一些些小小的细的作用 所以这个常用基本上它的那个呃 危害不大 嗯 但是如果说用太久的话 因为它有一些诞生沥水的作用 然后怕人会稍稍有点虚啦 不过还好有这个山药跟莲子在 可以把那个运气给补回去 嗯 所以啦喔 我们建议 如果说你真的有那种肠胃虚弱啊 消耗不良啊 容易腹泻啦 容易疲倦的状况 我们再多用一些四层汤 如果没有的话 你大概就是当做一些偶尔的一道菜 或是偶尔的那些零食啊 小野来用一下就好 医师您刚刚说常用是 怎么样一个使用的状况 是每天吗 用多久 呃我的建议啦喔 像这个四层汤啊 它平次大概一周用个一次 到两次就差不多了啦 嗯 所以我们有讲过大毒致病中毒致病小毒致病嘛 就五谷为阳 那其中这个四层汤就有比较偏向小毒到五谷的这个程度在 年轻 所以它可以常用 但是我们还是适量为止啦 这样子 是 那讲到它的功效 这边也写到了有一些 就是说 它有抗癌的效果吗 是 因为喔 尤其是癌症的那个患者啦 一开始喔 我们癌症它有一个阶段性 一开始我们比较偏向那种热毒致胜癌症 长得比较厉害的那种状况啦 那经过我们放化疗或手术治疗之后啦 那个癌症会 首先拿掉啦 那再持续处理那些到处乱跑的癌细胞啦 那经过处理以后我们的元气会渐渐下降 那之后元气下降的时候 我们中医就适合来帮它调养这些 失去了元气啦 或比较因为放化疗导致脾胃消化功能比较差的部分啦 所以然后我觉得与其说它能够抗癌 不如说它可以调整我们癌症之后 处理之后的一些体质虚的状态 喔就是让它的吸收力变好 让身体的那个应该说它的资本啦 增强去抵抗它现在可能还在身体上 残留的一些癌症的癌细胞吧 是有两个方面啦 第一个增加它的免疫力 让那个癌细胞比较不容易再生长出来 第二个 让它的那个气血能够恢复得快 肠胃恢复得快 让它可以再次吸收它本来需要的养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利尿状况 对它就是一些癌症处理后的人 它不会太造成它太虚吗 嗯其实还好啦 因为这里面真的有利尿作用就是 弗铃啦 那弗铃它的排水利尿没有那么的强 嗯 所以它同时有健脾养胃的作用 所以它虽然有利水 但是它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多的危害啦 讲到这四味药 这跟我们坊间其实吃的不太一样 很多都会加艺人 那艺人到底在四神汤里面的功效是什么 是 我觉得艺人 它本身也有腐皮的作用 那它也有诞生力士的作用 所以跟 它可以取代谁啊 我觉得那个药多不大能够取代 因为它有一些些偏 但是呢 它的作用跟这个弗铃很类似 哦 可是每次应该都是 看起来好像都弗铃跟艺人 在我们坊间的四神汤里面 嗯 我想有两个原因啦 嗯 第一个是 比较好吃啦 哎呦 我刚刚听到芊池有点硬啊 有点色啦 是 第二个 比较便宜啦 哦 是 因为那个 沾药跟莲子其实 价格稍微高一些 是 是 所以喔 它会找一些比较类似的那个药物 或是那个功能比较相近的 来稍微取代一下 是 那艺人的应用呢 像是一些水肿啦 小便不利啦 频尿的人啦 因为艺人他有健脾 有沥水的作用 所以这个艺人他能够改善这些状况 譬如说 皮虚湿肾的状态啦 还有啦 像这种外来的湿 像是最近如果说常常下雨啦 那种湿气觉得重的啦 或者是加上寒啊 这种湿气进入到身体的啦 会有什么症状呢 比如说觉得头重 头痛 疲倦 觉得口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 肠胃消耗不良 容易拉肚子 拉出来又是水水的 黏黏的 黏黏的 不好冲 就是比较偏湿重 那有的人容易下肢水肿的啦 做久啦 那个循环变差 脚就渐渐服装起来的啦 这种的 就可以考虑用到异人 然后这边提到说皮虚蟹蟹 然后比较偏向远种 容易拉肚子的 尤其是刚刚提到说 湿性的腹蟹 湿性腹蟹是什么意思 大出来可能软软的 散散的 但是它的特征就是 特别黏特别难充 此外它可以处理疼痛 因为湿引起了疼痛 湿引起了疼痛是什么样痛 一般来讲我们的疼痛有分好几种 有关于血淤的刺痛的啦 有因为外感瘋 瘦瘋的疼痛会跑来跑去的啦 还有因为寒那种 紧张的疼痛的 那湿的疼痛比较不大一样 它会觉得身体很重 然后那个疼痛一直在同个地方 而且你要摸又不是很清楚 那个地方是确确的 那个点在哪里 而且还会伴随 刚刚提到说头重 水肿 容易觉得好像 容易流汗又黏黏的这种 汗的这种状况 这叫做湿壁 是 这种属于湿的疼痛 尤其是因为在天气变化啦 下雨啦 这种潮湿的季节会容易出现 是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用到薏仁 是 那第三种呢 那第三种是这个啊 湿壁疼痛啊 那居然就是疼痛的意思吗 是是是是 居然是指那个肌肉抽筋啊 或者是筋骨这个 关节不容易松开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都是薏仁的应用 那薏仁加四神的这个部分 是这个四神加薏仁 是 这等于多加一味意思 是 四神变五神啊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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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不是四神减什么啦 再加一人就对 也是可以啦 因为我坊间我看过很多 就是可能少一味 嵌食啊 或少一味莲子啊 然后用一人代替啊 所以我们在 世上在了解四神的时候 有人就是 一样是四神啊 但是其中就有一位是一人啊 阿嫂其中不知道哪一位 嗯 理解 那坊间吃的可能跟 呃 要点上记载也不一样 要点上记载好像是加猪肚嘛 嗯嗯 那猪肚的功用是什么 呃 首先补充蛋白质啊 嗯 而且猪肚它是属于我们那个 肠胃的一部分啊 它猪肚应该是属于那种 呃 猪的胃 嗯 跟那个猪的肠膜那个地方 是是 那本来就有一些 比较多蛋白质一些脂肪 可以去补充我们肠胃的 它的本质的部分 嗯 所以我们坊间 如果换成那个小肠呢 它有是不是有相应的功效 我觉得猪肉也可以啦 嗯 猪肚也可以啦 那猪小肠也可以啦 那猪小肠也可以啦 因为猪它属性偏水的一种 呃动物啦 所以它对于这种 呃水分过多的啦 或人体比较虚的啦 它都有一些 调整的作用在 是 第一次听到 也很猪属水的水性的 是 那是呃 比较早期啦 那个皇帝内经里面提到的 哦 它还把肉分成 也是一样金木水火土不同属性喔 是的 哦 理解理解 那坊间有人用说 欸 喝四神汤 是不是可以延年益寿 那是不是有哪一味药 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呢 是 呃 其实就是四神汤 整体来讲 它是对于脾胃帮助很大啦 脾胃为后天之本 是 是 所以呃 我们先天之本顾好了 后天之本可以持续补充回来 是 它本身就有延年益寿的作用 那其中有一位要特别的特殊 就是这个福灵啊 它的作用 刚刚提到说 有苦脾胃的啦 安心神的啦 所以 它的延年益寿的原因 是从这里来的啦 哦 所以它的心神安宁 它就会精神状态比较好 就可以延年益寿嘛 是 所以有一些睡不好的啦 容易烦躁的啦 还有时候你疲惫的啦 我们也可以用到福灵 那 到后期 甚至有人研究那个 瓷西太后它的 一些宫廷的药膳啊 发现 诶 用最多的药物居然是 也是个福灵啊 大概有 百分之七十八百分之的方面 都会用到这个福灵 不过我突然联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它刚好在松树底下嘛 嗯 因为以前我们都会经常 从中国的一些 民间啊 或者是典籍上面 都会讲 哎 松树啊 它就是象征那个 长寿啊 就是我们会用 这样子的树种 来形容一个人嘛 所以 我觉得它 长在它旁边 也不是个偶然 也可能是 跟这个也有相关关系吧 我自己想的啦 就是喔 福灵它是 比如说 根在这里啦 它会沿着这个根 从旁边一直长长长出来 是是是 一坨 一个圆圆的啦 所以福灵有时候拿下来 可能从中间会有一个 松树的根从那边经过 啊 如果您切的片的话 只有 这个白色的话 就叫做福灵 嗯 那如果有个根在里面的话 我们叫做福神 嘿 难怪 我是想说福神 为什么中间有根 原来那是松树的根喔 是 好 现在了解了 对 有根的话代表说 那旁边的那个菌种啊 或者是它的那个 福灵的那个值 会比较致命一些 所以它对于安神啊 定睛啊 或者是 比如说顺缘不佳啊 容易烦躁啊 容易焦虑这种状况 它的效果会再更好一些 我们知道四层汤就是四味药嘛 那除了四味药 要比较好吃 增加口感 我想坊间一般也都会加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进去 那医生今天要怎么介绍呢 是 我们原来四层汤就是 莲子 山药 芙苓 芙苓 跟芡食四味嘛 对不对 那光这四味药煮起来 其实 我觉得 口感没有那么的佳 所以一般来讲喔 在 坊间会再加这个 薏仁 跟这个 猪小肠 猪肚啦 或者是猪肚啦 对 或者有人加 排骨啦 猪肉也OK啦 反正是蛋白质的来源 那做法呢 把这个猪小肠汆烫以后 备用啦 那这些药我们切片洗干净以后 也是泡个二十分钟 然后 煮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材料啦 放进锅子里面煮 先大火煮开 煮开了以后 再用小火煮个二十分钟左右 那 再炖一阵子以后 再移到电锅 再继续焖个一小时 等到这些 要味啦 跟食材啦 都煮烂的 那您觉得这个味道均匀呢 就差不多可以使用了啦 那 在用的时候 有的会加一些 像是当归酒啦 或者是 或加一些那个 枸杞酒调味 这样也可以啦 那如果说您是孕妇 或不是很酒粒的话 可能就不要加了啦 那这种子用起来 我是觉得味道就 有够香甜好吃的啦 是 那可能要提醒一下 艺人可能孕妇也不太适合 是 如果有孕妇的话 可能这个 就不要加了 是 艺人她有一些 诞生力士的作用 基本上我是认为啦 如果说这个孕妇的体质 还不错的话 正常用倒是无所谓啦 但是如果说 这个孕妇她本来就 比较偏虚 容易 气喘啊 容易心悸疲倦的话 您这个艺人 就要稍微 适量一下 甚至啦 我们用的时候 也不要用太多 用太久 一点点倒是无所谓 是 我们用的这个四层汤 它有补皮 补肾 的作用 所以她消化会变好 吸收会变好 所以她的那个肌肉啦 那个 筋骨啊 会长得比较快一些些 嗯 那个吃的会比较吃的比较多 所以可以增胖 嗯 那相反来说 减重的人呢 就不是刚刚的那群人了 然后 是有一种特殊的体质 可以用这个身材来减重 什么样的体质 水肿的 比较偏虚性的体质 我刚刚提到说 皮虚 湿肾 的这种体质 会适合拿它来减重 因为皮虚嘛 我们用它来补皮 然后湿肾 这又可以沥水 所以我们的皮胃补好以后 本身它的沥水的作用 就会增强了 再加上这个四神汤的作用 有沥水的功效在 所以可以减重 所以你要看看 自己适不适合 有的人这种疲倦的啦 容易流汗的 流汗又黏黏的啦 然后容易水肿的啦 有些是久坐 这个小腿这个地方 就开始浮松起来的啦 然后吃饭又吃不太多的 然后大便又不顺 小便又不顺的 容易疲倦的这一型 我们认为说 是皮虚失胜的肥胖就适合 那其他体质就不适合了咯 有些火气大的啦 有些循环不良的啦 有些脂肪过多的啦 您可能就要考虑一下 是 那也有人说 喝四神汤啊 可以美容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 是 那也是针对于 失过剩的那种体质啦 因为失胜的话 我们会带一些会变差 是 所以一些像是 斑啊 会容易出来啦 或是有一些些像是皮肤啦 会容易痒容易 涨一些水泡出来的啦 这种比较偏向 失胜的那种皮肤变差的状况 你也可以用它 而且啦 因为四神汤它有骨皮肥的作用 它在帮助您吸收消化 像是一些蛋白质啦 脂肪啦 这些我们脸部的一些基本的构造的材料 可以比较好吸收进来 所以脸部也会变比较光泽一些 所以其实这一道是适合湿的嘛 对不对 是 所以湿会长斑喔 会喔 而且湿还会水肿 还会长水泡 嗯 像是一些 青春痘啦 或湿疹啊 或者是相当角啊 您可能就要考虑 是不是有这个湿的存在 如果有的话 刚刚提到那一大堆湿的一些特征啊 你也可以考虑它